2011年,《桂圈公子哥》一向敢做敢说的王思聪,在微博内喊景田,称自己和自己的父亲才不会干花钱情女明星的事情。 这一开麦把景田背后有大佬的事实摆在了台面上。 可是等到2013年再次提起景田的时候,王思聪却没有当初的豪言壮语。 我被明确地通知,禁止谈论关于这件事的话题,是什么让一向狂妄自大的王思聪忌惮?又是什么让这位大佬和景田相爱十余年? 可是,好运直到2017年,2月14日,景田在社交平台上自嘲自己是单身狗,把自己和大佬分手的消息公布于众。 曾经的那个金圈富贵花一下子资源暴跌,今年就连张继科这样的小人也能拉他下水。 面对宴兆门的事情,从头到尾景田都是唯一被伤害的受害者,这或许也是因为背后没有了大佬了之后的下场吧。 年纪轻轻的景田是如何爬上顶流女星的位置,又是如何和大佬分手的。 如今的景田,见证了娱乐圈真正的人走茶凉。 被称作是金圈富贵花的景田,其实一直生长的地方是陕西西安,她便是地地道道的陕北姑娘。 从小学舞蹈,柔润度好的她被老师推荐去北京学习舞蹈。 12岁的她便开始了自己的独自北漂的旅程,考上了北京舞蹈学院附中。 体态优美,长相清秀,大大的眼睛和洁白的肌肤,景田在学生中一眼望去就是最好看的存在。 可是,即使在学校辛辛苦苦了四年的学习,也不及贵人一朝一夕的帮助。 2004年,才16岁的景田就是学校关注的对象,一辆8899的豪车坐落在她的学校门口。 放学以后的景田坐上车扬长而去,一去便消失了二十多天。 因为多次旷课,校方找到了景田的父母询问孩子的近况。 没想到,一向乖巧懂事的孩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景田的爸爸妈妈匆匆忙忙地从陕西赶到了北京。 可是,不知道景田用了什么样的花言巧语,让父母不是对自己的一顿责罚,而是带着自己回到学校办理了退学。 自此,景田的资源之路一路开挂,成为了许多明星可诉不可及的地步。 2005年,也许是早有预谋,景田凭借着自己的实力进入了一家专门为他打造的影视公司,北京星光灿烂文化有限公司。 旗下的艺人只有景田和自己的同学好好。 仔细翻阅这家公司的履历,每一个投资的作品都能看到景田的身影,好好去很佛系。 有的时候能够出演,好好还要沾着今天的光,就连王菲的御用作曲人张亚东都魄力给景田打造歌曲。 如此豪华的团队,景田在2006年就发布了出道歌曲《你是谁》,但是反响平平没有激起丝毫的浪花。 眼见不行,大佬就带他走向国人的眼球,2007年景田成为文化大使,成功接触文艺类。 但是在这一系列的操作下来,在娱乐圈,景田算是起点超高,而他的仕途却被称作怎么也捧不红的资源咖。 2007年,19岁的景田成功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和红极一时的借父生子女星成为了同学。 他与爽子加上看亲子,三个人竟然还是一个宿舍的,都是远近闻名的恋爱脑。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个宿舍的风水了。 身边的同学接二连三地在外接到了作品,名气也越来越红火,景田却丝毫不着急,只顾着在学校享受自己的校园时间。 当别人认为景田不争不强的时候,在外的团队早就替他营造成北影校花的头衔。 在上学期间拍摄的电视剧都是赵薇、刘烨残演的大制作《一个女人的史诗》。 看似人畜无害的景田光是靠这个脸就能接下这么好的资源。 我想这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可是红这个词语却一直都和景田不挂钩。 旁边的爽子靠着流星雨成为一线小花,而大佬又砸资源又用人脉的,也没能将景田带出名堂。 大学期间,景田丝毫没有闲着,实力派张峰毅和偶像派何润东等等流量明星。 景田前前后后搭档的人哪位都比同学的要好成千上万倍。 即使这样的硬捧也毫无作用。 2010年的时候,大佬一气之下花费几亿投资电影《战国》。 一个价值几亿的项目全程服务于景田,先是花高价聘请孙洪雷, 再是让影帝无赠于保驾护航,就连《成龙》都是日韩著名的明星和郭德纲都愿意出面。 可是这部剧还是扑该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剧本。 明明是一个权贵争夺暗藏玄机的头脑大剧, 等到了大荧幕上,却成了景田360度,无死绝美的写真秀, 就连韩寒都焊不下去炮红剧组。 这部剧都是拿钱办事,看完都要赔偿自己精神损失费。 起初看到剧本的孙洪雷是不想接的, 因为全剧只管穿了一个字——烂, 可是架不住1200万的天价片酬, 他还是放下了自己的清高,截眼了。 没想到这部剧成为他实力派影员的一大败笔, 直接扑街,3.9的评分让一众大开的生平上 加上了抹之不掉的黑印。 这部剧开始,大家对景田深厚的视力产生了好奇, 难道又是一位人间富贵花在娱乐圈磨练吗? 像韩雪一样,家中都是背景, 或者是哪位大佬的真正情人? 谣言扑朔迷离,景田的资源却是越来越好, 令人捉摸不透。 2013年,景田参演特殊身份, 与之前红极一时的武术大师甄子丹一同出演, 景田直接拿下了女主角的资源。 随后,甄子丹的名头不够大, 那就请来国际巨星成龙和景田搭档, 一同出演《警察故事2013》电影, 古天乐、刘夜等人给二人作配, 景田再次拿到女一号的头衔。 就连在发布会上, 一向一色试人的成龙却一改常态, 满脸大前辈的模样照顾着景田, 防止他走光等等。 成龙甚至方言, 这整部戏都是为你而拍。 不仅如此, 就连周润发、谢霆锋等人都要跟他合作作配。 搭档刘德华, 张天爱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是怎样雄厚的背景让景田混迹在这些人当中? 一张照片便证明了, 原来不用作品和咖位, 景田依旧能够坐落在大老云集的C位。 一场巴沙慈善晚会, 旁边的创始人为了博美人一笑, 花费百万拍下作品送给景田。 而对景田来说, 这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在内宇, 别人说自己是资源咖, 怎么捧也捧不红。 那我就去混内宇与明星最想去的好莱坞, 和知名演员小李子合影, 和斗森一起拍戏, 就连贝克汉姆夫妇也又把C位让给他。 就连好莱坞都愿意自降身份 为他设立好莱坞国际奖, 就连当初敢唱所预言 抨击娱乐圈的国民老公王思聪, 在讨论到景田话题的时候都选择自动闭卖, 我被明确地通知禁止谈论关于这件事的话题。 而大佬的人选也扑朔迷离, 因为是万达合作的女明星, 被称作万达老板娘的景田, 都以为和王建林有些关系。 有人曾经猜测是不是老王的私生女, 可是看起来乖乖女的景田和骄纵的王思聪, 一对比便更不像是一家人。 再加上后面王思聪炮轰景田的事情, 更加印证了这个想法, 后来谣言愈传愈烈, 什么景田是干部之女, 可倘若真的是这样, 如今的他又怎么会被张继科拿出来威胁呢? 想必张也没有这个胆子。 不仅如此, 人家景田也亲自下场打假, 直到2013年的一张照片流露出来, 众说纷纭的大佬才有了结果。 2017年的时候, 景田却意味所指地公开自己单身, 情人节的单身狗是他的自嘲, 从那个时候景田的资源肉眼可见地下降, 和他搭档的不再是一线顶流, 可是红与不红真的就是一场玄学。 因为没有了偶像包袱, 景田把自己真实的模样展现了出来, 既不做作, 还带些傻白甜, 吃饭也不再计较, 大方撸串痛快地吃。 暴力卸妆, 公开素颜, 说话也颇有意思, 在互联网上的景田, 靠着自己讨喜的性格, 获得了更多人的喜爱。 而大唐荣耀终于让他成为了有代表作的女明星, 此时的他已经29岁了, 本以为人生就会这样顺顺利利地过去, 没想到渣男的出现让他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一道坎坷。 2018年, 景田和大满贯奥运选手张继科公开恋爱, 第一次感受同龄人爱情的景田迅速地沉浸其中,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 张继科就以准女婿的身份去景田家给他妈妈过生日。 两个人看起来郎才女貌也得到了一众的祝福,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在和景田恋爱期间, 张继科一直以买疯狂的理由, 前前后后地向他借还几千万, 到最后, 这个毒狗一直都没有归还, 看破他本人的景田选择了干脆利落地分手, 不想再把时间浪费在这个人的身上。 后来有八卦爆出, 张继科不只是向景田借钱, 就连前女友们他也一个都没有放过。 这样的挫付真心让景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景田称那段日子是自己最难以启齿的时候, 但是他还是大方地送上祝福, 给了张继科最后的体面。 三月底, 张继科拿前女友的私密照片换赌债的词条冲上热搜。 事情娓娓道来, 景田被人威胁, 替自己的前男友偿还2200万的巨额欠款。 一开始的张继科死活不认账, 直到记者将他白纸黑字带手印的借条拿出来才闭嘴。 时至如今, 张继科始终都没有出来正面回应, 而这场事故的受害者始终都是景田一个人, 他被舆论推向风口浪尖当中, 被许多网络上的蛆虫药资源求视频, 即使伤害不到景田本人的身体, 但是心灵也够被这些人恶心坏了。 这件事情的从头到尾, S先生即便是进去了七年的时间, 这也是他咎由自取。 而另一个拿出他的视频伤害的张继科, 却仍然逍遥法外。 只有景田一位弱势的女性, 拿起法律的武器没有向之前的魔鬼妥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